哈囉大家好我是滕滕 我們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香腸派對 它本質上是一個大逃殺的遊戲 然後它除了大逃殺的玩法 還多添加了很多類似這種小遊戲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有狼人派對 還有一些像唐舵人的跑酷模式 還有一些小型的這種類似槍戰的遊戲 都可以在這邊玩得到 所以的話在這種疫情期間 就可以很好的跟這個朋友一起來這邊玩一下 然後它這邊也有很多不同的外型可以做選擇 我們這邊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活動 這邊都可以做登錄 然後做一些小人物就可以領取抽獎新的這個實裝 所以的話玩法算是蠻豐富的 這個小型的也不算小 這應該算蠻大型的這個社交手遊 好 那麼現在來給大家演示一下這個新推出 這個狼人派對要怎麼玩 好 那它大致上是可以分成這個四個回合 然後每個回合就可以找出一個 找出一些殭屍不是殭屍啊 那也是跟之前那種殭屍玩法是蠻像的 然後就互相這個射擊射來射去啊 然後看最後是哪個正義贏 然後最後累積的這個積分數最多的那個人就是第一名 那其實玩這個應該也沒有在看這個是哪個 玩這個應該也是沒有在看誰是第一名嘛 大概就玩得開心而已 而且的話它這個香腸打到三下三個人的話 它會讓你變身成一個很強的箭矢 那箭矢呢可以放出箭氣 可以旋轉自身 不過比較可惜的就是這個熱狗 它不能夠自己恢復生命值 但是狼人是可以的 所以狼人要盡量運用好這個 可以回血的特性去消耗好人的子彈量 那一旦這個好人的子彈量沒有的話 它就只能夠當成果靶之一隻寶 不過這個遊戲的 熱狗的平均移動速度跟狼人是一樣的 那除非狼人是要先開那個 技能它才比較有機會去追上這個熱狗 然後現在有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推薦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算是蠻好 來打這個狼人吧 我們基本上呢就只要歸在這裡 我們基本上呢就只要歸在這裡就可以 打狼人 狼人就不會過來 因為狼人被槍射到的話 它還會受到這個後退的效果 它這樣基本上就是沒有辦法走過來 但是現在它的這個血好像有點多了 居然射了那麼多花都沒有把它射死 而子彈沒的話就只能夠自己去撿 我們稍微給大家演示個兩三回合吧 這樣應該就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一省著子彈 然後等它那個狼人過來再用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比較喜歡追求刺激的話 你也可以不用像我一樣過在這裡 只有直接出去外面打也是可以的 那不過出去外面的話 大部分的玩家應該也都是站在高點 那像現在這個狼人就在朝我們這個地方衝過來 那等它衝過來我們就直接 開始射 射就可以了 像我們這樣就成功拿到助攻 現在已經有這麼多狼人 看上面我已經有10個狼人在這裡了 我們熱狗應該就只剩下我們這邊的 我們還是要幾縮子彈可以射 但是這個人 這個人插在我頭上我看不到啊 又成功的擊敗一個 欸 忽然又有個熱狗跑過來 我們這個的子彈沒了 應該是只能夠換這個 那如果我們子彈沒的話 我們就只能夠去撿那個空頭 而且現在比賽剩下30秒 看左方還有這個狼人一直在打我呢 然後我們好像要撿到一顆頭 然後我們好像要撿到一顆頭 喔 剩下倒數14秒 這狼人應該是不太可能過來了 他開了個技能想要衝過來 不過最終 欸 我們開局就直接開個大 好 我目前是第一名喔 這個19積分 傷害量13000 好 所以那個地方真的是還算蠻不錯的 好 那接下來應該可以給大家演示一下這個狼人是要怎麼去玩 不過也看一下我有沒有隨機繞這個狼人的身份 那我們還是一樣去那個地方先規則 那還有一些其他地方 像是這個高台的地方都是可以去佔人的 不過這個地方還算是最好守的 因為B技就只要針對一個地方去攻擊就可以了 你看這個被打到會被後退 OK 這個打到會被後退真的是還蠻麻煩的 我們也是可以先站在這裡然後等他消耗一下他的子彈 我們還是先來抓外面的這些熱狗 直接被圍毆 直接被圍毆 然後我們弄得差不多我們又可以再回來一下 我們現在血是2721喔 我們先吸引一下這個火力 瞬間就掉到上700多點血 你看這上面還會有一些人在這上面 我們去找他一下 我們去找他一下 然後剩下三個人他們就會開啟那個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火焰箭矢 這邊剛剛的人不是在這裡嗎 開啟這個決戰時刻 那現在的人應該都差不多在這裡 你看他們一開始就開那個瘋狂轉圈圈喔 那那我們就不要靠近他們就可以了 我們等他們自己跳下來 他們現在一直躲在那邊我們也不太好攻擊 他們就基本上就只要一直按攻擊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這個也不用什麼CD時間了 這樣這樣是要怎麼打過去 你看 你看 近距離抓也 也他媽抓不贏耶 到底是什麼樣 進攻 同意 同意 快點攻擊攻擊啊 你看他他又在那邊瘋狂轉圈圈喔 根本就打根本就打不進去 我們這個小狼人還算 最後最後還是我們的小狼人 成功的擊殺掉 好他們這個差不多就玩兩個回合 這個狼人還有熱狗的角色都差不多有演示出來 好吧那我們今天這個熱狗派對的遊戲 試玩介紹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